第四季節 今天我們看完整體質公園 我們會載你回去西貢碼頭 這麼早的西貢碼頭不太好 打牌是三決一 這樣啊 不如我們回碼頭附近拍照 走走走 西貢碼頭哪有東西走的 很鬆興 這樣是延祖 不如叫我朋友載你去釣魚 他說最近附近有很多拉魚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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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過海就很難 就是這裡了? 是呀, 我們可以上旺了, 小心點 好, 行 好, 那邊上旺了 小心點, 這裡是水滑的 找個地址給你錢 先找個地址給你錢 找個地址給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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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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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 那怎麼辦, 現在去哪裡釣 那幾名人士 沒有配備任何裝備 就去進行基調活動 其實也挺危險的 那究竟進行基調活動 要有什麼裝備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本身玩了基調15年 其實基調就是站在招石上釣魚 本身是一個帶有危險性的活動 如果你想玩得安全 你應該就有一身標準的裝備 我這對是一對防滑的釘鞋 這對釘鞋的作用就是防止 在濕滑而凹凸不平的招石上跌倒 再對上就是一套防水的衣物 而再對上就是一件救生衣 這件救生衣的作用就是 防止你在跌落海的時候 淹傷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在這裡奉勸 大家未玩過基調的朋友 不要貿然自己去玩 因為是非常危險的 最好就是問問你身邊有經驗的人 又或者跟有經驗的朋友一起去玩 那你玩得又安全又放心 除了基調之外 近來很多市民喜歡坐船 去地質公園參觀 Madam 你有甚麼安全意義給他們呢 是的 Bonnie 只是2012年 已經有超過40萬的人次 游覽過地質公園 市民在出海游覽的時候 就要留意以下幾點 第一 要留意出發當日的天氣情況 當天氣惡劣 例如吹強勁東風 海面就會刮起湧浪 市民在這個時候出海 就要加倍小心 第二 市民也可以善用天文台提供的潮池資料 預先去規劃路線 因為部分的景點 好像喬嘴島的年島沙洲 在潮漲的時候 我們是無法到達或者離開的 第三 在租用船隻的時候 一定要挑選符合安全規格的船隻 例如船上一定要提供足夠乘客數量的救生衣 和配備合適的救火設施 第四 當市民要去駁船登岸 或者船隻靠白碼頭的期間 一定要等到船停穩和船員指示 才好離開座位 因為海面的情況是千變萬化 稍一不慎就會失足墮海 最後 上了岸進行觀光的期間 也要避免接近懸崖或糾峭的斜坡 也不要攀爬或登上鬆脫和光滑的石頭 以免線倒受傷 財物重要 人身安全就更加重要 只要提供安全意識 自然就不會落極生悲